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空界限的全球性行动 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展望下一个十年 一带一路还能给世界带来哪些利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执行局副主任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林 给我们做些解答 欢迎陈老师 好 谢谢您 大家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是想请问一下共建一带一路 为什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 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是什么 世界为什么需要一带一路 我觉得共建一带一路 十年以来呢 这是中国向全球提出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 在短短的十年 吸引了占全球四分之三的国家 和三十多国际组织 从响应到行动到形成一种互联互通的这个历史大事 这个确实呢 是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想象 之所以呢 在世界形成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和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我觉得主要呢 第一呢就是反映了最大的这个人力社会发展的一个诉求 我们叫公约数 最大的公约数 这个公约数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发展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它既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 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 因为全世界只有占人口16%的人是发达国家 84%的人呢都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 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小国家贫困国家 因此发展是所有国家的诉求 曾经在发展走在前内的国家 也还有一个再发展的问题 比如说的技术设施的成就需要更新 比如说在新的经济 新的经济形态下 世界从原来的实体经济 那么到了这个数字经济 知识经济 信息经济 那么也有一个在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原来这个占绝大多数的这种 贫困国家 发展中国家 新兴经济体还是原来就比较发达的国家 其实它都共同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发展 我觉得一带一路呢 实际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 通过武通 通过给世界架起这个通向这个未来的这种桥梁 平台载体通道 那么给世界寻找到了一条 共同发展 共享发展 它是要使全世界的大多数人 大多数国家 那么在一个公平的公正的透明的公开的更为合理的国际秩序下 共同发展 而是要实现的国与国之间通过这个互联互通 提高经济的联通性 然后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成熟效应 这样的一个公共产品 就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顺应了这个人类发展的要求 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那么它带有了这个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普世性 共建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利好 我觉得就是发展中国家 有了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平台 有了一个寻求发展的重大机遇和重大思路 我想问问您刚刚也提到 在现在这个逆全球化思潮还是很严重的 那这个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动 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共建一带一路对经济全球化有什么样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呢 实际上是由历史上是由几个大的进程 这个全球化呢 在二战以后 是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 以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为主体 或者是为主导的 所以他把这个全球的很多国家 纳入到了这个以他们的头部企业 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 它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分工 但是这种分工 它是一种垂直分工 那么美国西方的一些发达的经济体的国家 它的头部企业 它的大型的跨国公司 它具有配置 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它是用 它的这个 站在高端的线件技术 站在高端的产业链 供应链上的地位 站在高端的花语权 它构建了一个国际秩序 而这个国际秩序呢 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 在全球配置资源 而且这种配置资源 它的基本点 基本的规则 是向西方国家倾斜的 是向发达国家倾斜的 那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平衡国家 像这个还有人口大国 都属于这个被全球化的 那在全球化中 不是原材料供应地 那就是你的加工贸易的 这个供应地 长期以来处在这个产业链的低端 中低端 在它的这个流通的过程中 它的供应商 经销商 生产制造商 它的利润额是巨大的 而你的加工贸易 它这个盈利额是非常之小的 那么一些资源型的国家 实际上是处于被掠夺 低价掠夺这个阶段 所以你看很多 这个资源负极型的这些国家 都是贫困国家 那么有一些国家 甚至是战乱国家 这种制度的设计 标准的标准的设计 实际上使这个世界呢 是处在一种不公平的 这个关系之中 那些霸权霸凌 霸道的行为 它得不到谴责 然后呢 发展中国家 有资源 有劳动力 有聪明 有才智 但是得不到市场的机会 所以 共建一带一路 我觉得是从根本上 改写这个历史 当然我们不是说 这套秩序我们全部推翻从来 但是呢 我们是在进行 重新的变革 我们这种变革呢 就是 所有参加共建一带路的国家 不论国家大小 一律平等 就是所有国家 我们都是 秉持和平的原则 那么一带一路实际上 是和平的稳定计 是和平的稳定之锚 这样一个新型的全球化 它不是原来 资本权力下 霸权国家制定的这一套 以拨虚压榨其他国家 掠夺财富为目的的全球化 而是一个共上共建共享 共赢的全球化 就是现在很多国家 它针对中国 它在古早这种中国威胁论 然后呢也有说 这个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 您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这一些国家 它给中文 以太路戴了很多帽子 但我觉得 现在这个帽子呢 这个 原来呢 看着这个 压下来是沉沉沉的 现在这些帽子呢 我看逐渐都会被风吹去了 你比如说 对于什么债务输出 其实这就不值得一搏 因为所谓的债务呢 就是需要发展 需要借债 这个不仅是中国 需要 共建一带路 是需要借贷发展 发达国家 在这个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这个输出的债务 那太多了 那比中国多得多 中国 中国现在不是输出债务 中国 中国是通过 共建一带一路 就是像我说的 这一系列的造福于 本国 造福于世界的这些 包含工程 是改变人类命运的 是改变那些生存状况的 就连世界银行 在2019年 做的关于一带一路啊 我们的基础设施 只是交通一项 就未来就可以 帮助760万人 摆脱绝对贫困 帮着3200万人 那么脱离相对贫困 共建一带一路呢 它打开的是一幅 崭新的画卷 这幅画卷呢 没有过去的那个 致命时代的那种 残酷压榨剥削 那么西方所有的 对于其他国家 这种投资 和这种基础建设 包括这个 那么在西欧的 马歇尔计划 那它都是有所图的 它这种 这个投资 它是要的你的市场 要的你战略随从 对吧 要的你军事不独立 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 马歇尔计划 和我们的现在的 共建一带一路 它有本质的不同 我这个体现在 共建 我觉得这是核心 那么和灵魂 是人类民共同体 就是设施的互联互同 是我们的重要方向 这个规则和标准的 这个互联互同 是我们的这个软联通 这种软联通呢 是我们的重要的支撑 然后呢 人文呢 我们这种小而美的 惠民生的这些项目啊 是我们的新联通 所以硬联通 是重要方向 软联通 是重要支撑 那新联通 是重要保障 那么一带一路 现在的很多的 这个标志性项目 已经使 全世界都看到 包括延安铁路 比如说 蒙内铁路 你承认不承认 你怎么抹黑 但是呢 这些标志性的工程 样板工程 给老百姓带来的 实在的利益 它已经在那里 你认不认 它都在那 所以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 是最有说服力的 现在其实美国和欧洲啊 看到这个一带一路 做得不错啊 也提出了 不少替代一带一路 倡议的这种 公共产品方案 那想问问您 现在这些方案的 进展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们好像 没有看到它们 有真正的落地 我觉得 不管 不管它们的初心如何啊 即使它的初心 是对冲一带一路 是甚至对抗一带一路 甚至想 这个替代一带一路 但是 确实像你所说的 这些 不管是计划也好啊 这些方案也好啊 我觉得没有 像 共建一带一路 取得这么大的进展和成效 你比如说 美日英澳 四方机制 那么它在这个特朗普时期 就提出来了 后来 拜登 执政以后 又在这个 第一次北约会议上 提出来 B3W计划 那么到目前 也没有看到 有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现在呢 在这次的G20会议上呢 美国又 和一些国家 联合这个 印度 又提出来这个 印度 通向这个 非洲 印欧非的 这样的一个 大的通道 这个规划 印度的技术设施 建设能力 那是 大家举 举事 公认的 差 那美国 你这个 投资了这个 什么 B3W 全球技术设施 门户计划 而且这个门户计划呢 规划 未来 要投资 几十万亿 那美国 现在的 三十万亿的 国债 这还 难以消化 几十万亿的 这个资本 现在的 从何而来 大家公认 中国是 技术设施 建设能力 最强的国家 中国的道路啊 交通啊 港口啊 这个 机场啊 实际上 硬技术设施 现在的世界上 是领先的 所以 我为什么说 发展是 最大的公约数 发展里边的 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 技术设施的 改造 技术设施的 互联互通 广讲价值链联盟 价值链 上面的什么 价值观相同的 供应链 产业链 然后 力图在这个科技上 去中国化 但是 真正的 这个 一带一路 替代一带路的 只能是 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只能是构建一个 更加连同的世界 看谁的连同 效率高 连同速率快 连同的效 这个 这个 影响大 连同给世界 带来的好处多 谁才能最后赢 您认为当前 共建一带一路 面临哪些挑战 应该如何更好的 共建一带一路 我觉得当前 这个 共建一带一路 面临的挑战 最主要的 第一呢 就是 我们 面临百年 唯有着大变局 大国竞争 博弈 异常激烈 世界的 这个 不确定性 增多 风险 各方面的风险 加大 第二个 我觉得 我们面临的挑战 就是经过 这个 三年 百年疫情 实际上给世界经济 带来的很大的 负面的影响 我们国家经济 在恢复 其他国家经济 也是在缓慢地恢复 整个世界经济 实际上的 复苏的程度 还是 不尽 不尽如人意的 第三呢 就是 对面冲突 对面冲突 对抗 不断发生的这种 这个新的这种冲突 就是都是突发性的 而且 这个 这种突发性的东西呢 它看起来是发生在局部 但是所有的 局部的问题 都是全球性的 它可能从某一个方面 或从某几个方面 会改变地缘的 政治经济 外交 军事关系 会 甚至会 使世界的这个 大的格局 发生 重大的变化 第四呢 就是我们还面对着 很多不确定的这种 比如说 生物战啊 金融战啊 自然灾害啊 生态危机啊 等等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 也不确定性 像气候变暖 这个气候灾害 这个是在增加 你比如说 像 像这个 有些国家 生物武器 是吧 它并没有停止 它还在继续 是吧 像这种 这个自然灾害 加人为制造的灾害 在这种情况下 一带一路的外部环境 外部的风险 斗然增加 第五个挑战呢 就是我们国家呢 这些企业走出去 这个在外部 所在国家 怎么能受到充分的尊重 认可 能进一步的 这个使我们的 一带一路的 从理念 到原则 到内容 到我们的推进方式 能够使全世界 更大范围的认同 认知 那么使我们国家 这个 共建一带路 这个重大倡议 真正成为 全球公共产品 比如说成为 国际社会 国际组织 共同推动的 为此联合国 新千年计划 这样的 全球性行动 我觉得这些 我们的这个 国际化的这个程度 有待提高 我们的这个 市场化的程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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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 我们的这个 呃 本土化的程度 也有 带提高 我觉得我们这个 面临的这些 困难 呃 问题 我们也不能低估 我们过去十年呢 取得的成就 呃 我们必须要 呃 要高度的肯定 要看到 这是我们国家 对于人类社会的 重大贡献 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 贡献的 这个公共产品 呃 这个也取得了 呃 这这种呃 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种呃 这个 呃 效果 呃 在全世界 可以说产生了 非常大的 这个震撼和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对于我们 面临的困难 不能低估 呃 所以 我们 要下决心 使一带路 行困之远 就是不仅 中国要做 呃 中国特别是 中国自己要强大 中国自己的经济 呃 一定要能够 呃 不断的 上新台阶 呃 共建一带路 这个道路 一定会 使全世界 各国人民 孤同受益 感谢陈老师 为我们的解读 今天的中国焦点 面对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